张九龄终于遇到对手了 前一秒还在认真表演的张九龄 下一秒立马遭到自家师兄的无情吐槽 可能岳云鹏也没想到 九龄唱歌是真的要命 作为鼎鼎有名的夺命歌姬 九龄这张嘴就没有让人失望过 不是祸祸自家队长 就是祸祸其他师兄弟 哪怕是身为德云副总的阮云平 也没逃过磨因若尔的命运 杨云平的表情管理逐渐失控 下了台他就得颁布一条新规定 听张九龄唱歌算工商 张九龄唱歌有多难听 小时候学校组织演出 老师让他指张嘴不出声 老师给我的要求 是让我干张嘴不许出声 因为老师说我一出声 连指挥都跟着跑掉 指挥都跟着跑掉 不得不说 那位老师确实很有先见之明 如果让张九龄开口的话 估计全场再也找不出一个能记住原调的 俗话说 人越菜越爱玩 别看张九龄唱歌总被吐槽 但怎么也阻挡不了人家一盏歌喉的决心 台上唱台下唱 那么外出吃个饭 也要展现一下自己的唱腔 真不怀疑张九龄能当上酒队队长 完全是因为他的唱歌水平 与郭德纲一脉相传 除了唱歌 张九龄的谐音梗也从没让人失望过 有一个理发师 理发师 我问你他出门 必须带什么呀 带什么呀 带什么呀 不知道 带水 为什么呀 因为托尼带水 运营棚内心众四 你能不能只丢自己的脸 别丢等于射的 张九龄凭沙雕当上酒队队长的吧 朋友们 您先听歌 我去喝口水去 好不好 马上啊 哎呦 你动我手机吗 这时间都走了六年 好 我那儿 吸着茶呢 从北京带的那个 莫莉花茶 别人喝水用杯子 九龄喝水直接上嘴 关键 事情都暴露了 他还再解释一句 喝的莫莉花茶 不知道得知真相的张九龄 是否会当场自闭呢 除了喝水超乎常人 张九龄吃东西的方式 一模一样 就这歪头点嘴的样子 真的不在乎自己的形象了吗 除了直播出丑 张九龄也没少在台上被暗算 演出过程中 张九龄去后台搬椅子 结果刚走到门口 就被三桶水扮了个狗吃屎 王九龙看后都呆住了 其实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是张九男 只因前不久张九龄得罪了他 作为等人社九个队伍中 最年轻的队长 张九龄也因为这种杀雕的性格 没少被人质疑 为何能当上酒队队长 要知道在这之前 外界都以为张赫伦才是酒队队长的人选 张九龄虽然是酒自科弟子 但入社时间比较早 相声天赋也很不错 15岁参加等人社风香演出 16岁给李文山老先生碰跟 18岁开个人专场 郭德纲也表现得对这个徒弟非常看重 每次大会演出都会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徒弟 拿个茶壶拿俩合同 我怎么这老师是谁啊 如今张九龄也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既能斗又能捧 而且还是忠实的太子党 原来等人社进途都是太子党 张九龄这一嗓子 净显郭其林在等人社的地位 自从郭其林暂退相声舞台以后 关于德纹社继承人的问题就一直争议不断 甚至于还有人说王会手段高明 让郭其林退出家产之争 先不说郭其林想不想当德纹社继承人 郭德纲大部分徒弟都是认同郭其林这个少班主的 比如说月云鹏就不止一次的在节目中表示 郭其林才是永远的德纹一哥 不仅是月云鹏 就连小时候和郭其林不对付的陶阳 也会在每年的风箱返场环节 邀请郭其林上台和自己唱一段太平歌词 如果陶阳等人是明末张胆的战队郭其林 那么烧饼孟和唐等人就是默默支持大林的人 不仅如此 2019年郭其林和烧饼参加花花万物节目 看到郭其林被蔡永康和小S步步紧逼 立马发挥自己作为相乘演员的嘴皮子功夫 被问及第一次知道有一个弟弟这件事情是什么想法时 烧饼更是全程强化 避免媒体因为某个字就添油加醋 被郭其林人品吸引的冯兆阳 更是让自己的儿子拜师郭其林 可以说郭其林即便不在等人社也人心所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